各位觀眾我們來看第三回合的比賽 新秀Slan 其實每個選手都新秀 只是Slan比較晚來出賽 不過他這邊的毒爆轟架機 打得非常的華麗 到處爆漿 只是說Hawaiyu 真的很堅持欸 還是要再出聖母劍 Hawaiyu選手採用一個很 應該說是一個很少見的打法 主力陸軍 要配合少量的虛空劍 然後就直接跳聖母劍了 其實這打法非常非常少見 那關鍵其實就在我們的 十年初的大洋的刺蛇 還有以及空降毒爆後 那我們擠到你的面前 結果只看到聖母劍的情況之下 直接把聖母劍打爆 那一直做壓制比賽就結束了 好 那現在進入到第四回合 在破碎的神殿 結果橘子熊繼續的推出了Slam 劉彥誠選手 蟲族的選手 對上的是仁皇Bow 詹正宇選手 破碎神殿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 是我們耀愛太陽神 耀愛太陽神的仁皇軟球 在兩點鐘的方向 是紅色和紅色的人類 Slam了 這位21歲的選手 還先主動打招呼這樣子 對 先打招呼 非常非常有禮貌 這是對前輩 對對對 畢竟仁皇 年紀比較大一些 27歲 對Standby 先打個招呼 八點鐘方向的是我們的十年 就是橘子熊的十年 是藍色 藍色的蟲族 這也是一個原點 至於在仁皇Bow的部分 他對蟲族還滿有厲害到 三戰全勝 贏過白 贏過Max 才贏過白 過去對蟲族 仁皇沒有輸過 號稱殺蟲族 對 三次遇到蟲族都沒有輸過 雖然蟲族 選手也不多 對 不過現在多了一個Slam 哇 蟲族現在 聲威大震 這樣子 對 感覺有那種搖旗吶喊 現在要後來居上的感覺 對啊 不然蟲族真的算是弱勢 不過 蟲族真的 不討好耶 真的奇怪 帥哥都不喜歡玩蟲族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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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但有人是例外啦 有人玩蟲族 還是獲得很多女生的 青睞 我了解 這個應該是在說 白或是Max 兩位選手都相當相當的帥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們現在是 多線背靶哥 對 沒錯 多線背人家靶 那我們再來看Slam 這一次打人類 他沒有再出這個異化蟲 快快跑了 對 他使用一個裸霜 對 打人類的時候 衝出很常都使用一個裸霜 我們先放下了主堡 緊接著 在人口失誤的時候放下主堡 然後並且緊接著放下孵化池 那軟橋這邊則是封門 封門 大家就可以學一下人類的封門 右邊再蓋一個補給站 就可以把門口封起來 現在螢幕上這邊就是斜坡的一個 典型的一個封口 對 但是很明顯這個兵銀的位置 有點歪 對 留了一個風 發現了 趕快 喬一下 喬一下 要放 不要掛載其他東西 不用擔心瘋死了出不來 因為補給站是可以降下來的 是 哇不過這個也算是 人皇啊 一個小小失誤 這樣會放歪 對 怎麼會有 這公兵怎麼出得去 是啊 測試一下 還怎麼漏水 怎麼會漏水 不過呢 Bo 對上蟲竹 前面不是講是三戰全勝嗎 但是他在破碎神殿是零勝三敗 這個倒是一個蠻矛盾的 他這個 他在下第一回合下庫拉斯高原 Soul Bay我們賽評有分析到說 他很會打營運對不對 讓他打起來營運的話 真的沒有人擋得住他 那他在破碎神殿 比較不容易打營運嗎 其實也還好 這張第五並不會不適合打營運喔 副框的部分也是有一個斜坡 主框有一個斜坡 那直接一下就是副框 其實做防守也是ok的 不過可能是 可能是運氣不太好 在這張第五上就輸 輸三次分別輸給了克勞利 還有Hero 在破碎神殿 還有一次是輸給了DS 是指定用神的 所以Bow在這邊是 林勝三半 對 旁邊偷偷蓋了個刁堡 死神又來了 又來了 今天很搶鏡頭啊 對 無情的死神一直來啊 無情的死神 對 旁邊繞了一下 發現沒有鑽頭 不過 刁堡完成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躲進去 好 完成了 完成了 夠了 差一球進去 好 現在這樣子給對手壓力喔 我們這邊放一個刁堡 我們死神隨時可以跑進來 打一下 打一下 所以死神它其實是 它也是噴火的 它是丟蛋的啦 對 它打建築物是丟蛋 那打 打單位的時候是 應該是類似 機槍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在想說它進碉堡 因為我從來沒有放死神 進碉堡過啦 所以不知道 欸 火車可以擠進去嗎 火車擠不進去 擠不進碉堡嗎 兵營出的東西都可以進去 喔 只有兵營 只有兵營 只有整個 比想說這樣長得像人 才可以進得去 對 還有工兵也可以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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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想用第四來做一個防守 結果第四還沒到 就被死神直接用手榴彈轟掉了 哇 不過在門口 一個碉堡在那邊喔 怎麼忍得下去 對 覺得很討厭喔 對啊 有異化統出來了 裡面成了兩隻的死神耶 還有一隻的工兵 大概隨時可以來維修 一隻工兵 一隻死神 現在這個工兵 一分力咬了 哇 直接咬 是不是要先把工兵咬掉 喔 不理工兵 好 三人 喔 死神 二話不說喔 兩隻死神都滑掉了 對 而且碉堡還可以回收 對 快被打爆了 趕快回收 可以收一些普通爛鐵回來 對 可以回收3分之3的錢喔 可以回收75塊 這樣多 建一個標寶要100塊的金礦 不過這兩個死神 這命很大耶 要溜回去了 對 已經溜回來了 而且這邊我們看到 第二個主堡已經完成了 這個主堡追著王蟲跑 是 飛得一樣慢 不過可以感覺主堡比較有氣勢 大很多 不過死神不能補血吧 對 死神不能 死神可以用醫療庭 可以修 可以用醫療庭補血 它一樣 它也是肉身 對 我們從兵銀和主堡出來的東西 都可以補血 哇 那如果補血之後又是一條好漢 對 又是一條好漢 他們這兩個 對 這兩個都紅色 喔 一種黃色 對啊 結果還全身而退 安全下裝 嗯 徐明要再度的開礦 對 我們把這個時候打掉之後 直通我們的山礦 就是我們地圖11點鐘方向的礦區 打掉之後就可以開山礦 那現在是每分鐘的收入 目前 目前時間這邊的經濟是比較好的 就是工便的數量 前期沒有被燒掉很多 現在已經來到53隻 哇 所以10年是 也要跟BO玩營運 對 但是 對 但是軟球這邊 前期做一個燒沒有很大的成效 工便目前的數量其實 比較少喔 才30幾隻而已 少了20隻啊 哇 這個Slam呢 已經在前面的三戰全勝了 已經擊敗過名將 揮兩次 還贏了How are you 對 而且都是各隊的一個 算是主將 主將 但是這一個同樣是 一個賽末點 腰越太陽神的賽末點 他遇到的是Bone 哇 果然來維修了 醫療艇 修修修 唉唷 結果是 軟球仁皇 現在出兵了 對 出兵了 我們用機箱兵費 死神還有醫療艇 直接做一個前壓 哇 不過這邊呢 因為這個石頭咬好硬喔 咬好久喔 所以還沒有辦法如願呢 下三礦 對 那現在這邊的話 就變成家中的防守很關鍵了 他這邊直接空投 哇 死神這邊 因為死神在下面可以直接跳上來喔 所以他不用進醫療艇 對啊 人可以跳 不用坐飛機了啦 對 而且這邊沒有毒爆 毒爆還沒有完成的狀況 這一波直接過來 做一個小小的操作 我們直接甩槍 哇 沒有毒爆啊 毒爆兩個是在建造 有點危險 偷太多了 我們毒爆沒有完成 被打掉 現在裡面的話 後衝剛才也犧牲掉了 然後這邊有機箱兵費空降下來 你是要直接結束了嗎 我們沒有出任何的毒爆 做防守太晚了 對 還一直想要去搶三礦 這邊的情況 對 你真的讓你沒有命搶 有了 兩顆毒爆 兩顆 但是這一個其實 只要稍微做一個小操作 就可以直接打掉 這邊看一下 是不是要直接做一個操作 哇 哇 剛剛那邊 我直接載起來了 載起來了 哇 豬爆被打爆了 瞬間全部載了起來 軟球空降相當細膩 而且現在來到的分礦 另外再打 這邊惡礦了 對 換的地方再來一次 毒爆喔 毒爆剛剛炸掉了一個 現在一個 只要過來 炸到但是 炸的冰又要一鍋 是 後衝死掉了 而且工兵雖然咬的瓦斯 長得有點像毒爆 但它不是毒爆 它不是毒爆 哇 這個要帶走了 三隻的毒爆 過來就過來 又載起來 哇 而且留一隻現在讓你炸 對 這如果一個毒爆炸一隻機箱 是完全不划算的 是 對 所以這樣子 我趕快一化蟲過來 放一隻蟲一化蟲打 哇 守住 手是守住 但是現在很傷了齁 對 非常傷 而且一個 我們最主要是二級主堡被打掉了 喔 二本啊 對 我們的二本被打掉了 重新蓋了下來 然後現在的工兵數量 從五十幾回到了三十九 喔 那現在要開黃金礦 對 人黃要開黃金礦 對 如果這樣人類現在是開起來的話 那 蟲族這邊是非常危險的 下來啊 下來啊 真的下來咧 下來了 而且利用一個水晶塔 直接當一個天然的屏障 當這個立場齁 對 立場來用這個立場 而且它冰散的非常的開 對 這樣就是我用一化蟲咬也咬不到你 毒豹去炸又不划算 而且還沒有看到 來了 現在被打了 被打了 你完成了我才去打 對 這樣的話我們也來不及取消 那只能 只能 這一個一化蟲 對 擠在那邊 而且我們還有醫療艇補血 毒豹過來 滾過來 哇塞 還有炸豪槍還有三隻 正面的部隊推進 那應該是比賽要結束了 這一波壓制的過來坦克架起來 對 這一波才是恐怖的 這邊的話 我們部隊很明顯的並不太夠 那現在看一下 有飛躺吧 也沒有 哇 上面這個就已經很煩了 對 下面也有 上面打 下面也打 而且真的坦克架起來之後 毒豹也比較難發揮效用 對 毒豹會很難晉升 我們在遠遠的地方就被你打掉 好期待 後蟲一直 直接打他 對 不然都打不到 那現在這個 我一化蟲把黃金光石有咬掉 可是現在應該是沒有命牆的 對 必須要先想盡辦法守住這一波 不過我們看到人口已經差到了40了 然後部隊直接擠了過來 我們看到不離 喔 不離坦克 哇 後面又擠了下來 但是現在的話 這一波所有的部隊死光 還有大量的機箱面以及坦克 直接壓制了過來 應該十年是要準備要打出GG了 對 因為現在呢 整個人王已經是 再打了一次 對 那分破那邊被打掉了 應該是 坦克也架了起來 這個毒豹滾不下去了 結果十年打出了GG了 這麼一來呢 使得耀月太陽神靠著人王 拿下了這第三分 目前呢 就是這場比賽就以3比1 擊敗了橘子熊隊 橘子熊吞下了聯盟最長的五連敗了 吞下了聯盟最長的五連敗了 耀月太陽神 還是全聯盟唯一沒有連敗過的隊伍 他們上一場輸 那這一場呢又獲勝 耀月太陽神現在是11勝了 6敗的成績 那其實呢這個所謂的 魔術數字呢 不管是進總冠軍賽 或者是立行賽第一的魔術數字 變成M2了耶 變成M2了 因為呢他們 這個11勝6敗的一個成績 那在這場比賽呢 還是請Sobet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最後一場比賽 Slam生涯第一敗 怎麼輸給了Bo 對 其實很關鍵的是 弓面雖然補得非常非常兇 但是我們並沒有及時補出毒豹蟲巢 所以當對手做一個壓制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毒豹並沒有出來 那沒有毒豹純易化蟲遇到的機槍兵 而且還有醫療庭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打的 嗯哼 所以呢這個Bo 也給小老弟也上了一課了 而至於在明天7月3號 禮拜天 對 我來娛樂台呢 晚上的8點鐘 這個預定8點鐘 問您現場主播的是 明天跑跑卡丁車跟SA房 來橘子熊 要對上的是樂生鋼鐵人 那橘子熊呢 要搶最後一張總冠軍賽的門票 現在落後給華伊斯巴的 有一場的現場差距 而至於在新海鑽巴爾 則是由華伊要對上的是桃園噴射機 特別的重點是 華伊的DS目前7連勝了 會不會繼續的連勝下去 也是明天的關鍵重點啦 那我們今晚的轉播到這邊 要完全的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謝謝我們的 新海鑽巴爾賽事獎評 蘇貝 謝謝展元 同時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展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